待会儿他就要回来了 你们不要让他进来 他就在里面 这个道理天主就在房间里面坐着 他说我以后一定会善待你们 那现在你们就可以去那个仓库 把那些钱财 你们想要拿多少就拿多少 后他的家人一听就很高兴了 想不到自己的先生或者自己的父亲 怎么今天完全变了一个人 好 原来以前父亲被这个吝啬鬼给害了 那现在这个吝啬鬼想要回来 绝不让他进来 果然呢 这个真的财主回来了 那么他当然很高兴 还唱着歌跑回来 可是这个守门的奴仆呢 不让他进来 他很生气 怎么你都不让我进来 我是主人啊 那就叫啊 把他太太叫出来 把他儿子又叫出来 他太太儿子出来了 不是笑眯眯的出来 是满脸怒气 而且手上拿着棍棒 要揍他 要把他打走 哎呀 这个真财主就觉得很委屈 他就想怎么办呢 我看我去找那个国王好了 找国王去裁决这个事情 可是见国王呢 总不能说空着手去吧 他就找一个可能认识的邻居 就借了一卷布 那时候的布是蛮金贵的 他借了一卷 这么长的 那他见国王 国王一听呢 哦 这样子 好 那你就等我一下 我把那一个 你所认为那个财主也叫来 两个人都叫来 真的财主跟假财主 假财主是道立天主 那么这个 真假财主聚在一起 这个国王怎么看 都看不出来 好了 因为这个真财主身上 有一些胎记 他就说 我身上哪个地方有胎记 国王说 哦 那这样就可以破截了 把衣服拉开一看 没想到 那个地方也有 刀立天主可以变嘛 后来呢 无论是用了什么方法 都没有办法 后来国王说呢 哎 我看 我是没办法帮你忙了 这样好了 世尊在 我们都去见世尊好了 那世尊呢 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来了 就说 道立天 过来 佛眼厉害嘛 佛是五眼圆明 他的看清楚 当然是谁是真假 那这个假财主呢 就一现身 变成了这个 道立天主 那国王一看 哎呀 道立天主 赶紧下拜 可是这个真财主 还是气的 要冒烟了 不理 不理他 也不就拜他 后来这个 道立天主就跟他说了 只要你呢 肯发心 布施 供养 财宝 你失去那些财宝 原封不动 还会在仓库里面 这个真财主就说 我不信你的话 你都是骗人的 那佛就跟这个真财主说了 你就相信他 他不会骗你的 这个财主呢 就有点半信半疑的 就回去了 哎 一回到仓库啊 一看 他那些精英财宝 都还在里面 他就放心了 从那以后呢 这个财主就改了 就肯修布施 以后也学佛 所以我们看呢 这个遇到佛法 非常好 能够帮助我们呢 改变自己 无始劫的 那个烦恼习期 所以我们大家 每一次做三十七年呢 在唱这个回向文 唱这个唱会文的时候 要能够随文入贯 随文入贯 会很有色受力 不要说嘴巴张一张 这样子念一念 那就过去了 那这样子 得不到什么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读经 要随文入贯 唱念的时候呢 也要随文入贯 念佛也是如此 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就是改变我们 错误的心形 千万不要像那些 愚痴的众生 迷惑颠倒 不肯修布施 不肯修供养 不肯放下 那么人生呢 的的确确是非常短暂的 我们的寿命有多长呢 常言道 人生七十 古来兮啊 那墨学今年 快四十岁了 想一想 哎呀 七十岁 还有三十年 这个三十年时间 是不是很长呢 好像还挺长的 可是想一想 这个四十年呢 好像一弹子就过去了 想一想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就如同昨天发生一样 十年前 十一年前在新加坡 那个时候的事情 都还记得很清楚 可是现在呢 这十一年的时间呢 过去很快呀 所以我们大家修行 时间要抓紧 那么在这个六道里面呢 这个天人的寿命长 最长的 飞翔飞翔出天 他们的寿命呢 不是算年呢 算什么 节 而且是大节 八万大节 佛的经上跟我说呢 二十个小节 是一个终结 四个终结 是一个大节 八万多次 大节 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 但是这个八万大节 跟无量节相比啊 也好像是一瞬间 也是非常短暂的 那么 三恶道众生 他如果苦暴没有受尽 他不能够出来 那佛在经上也跟我们说 他举个例子 有一次呢 这个 起源金色 在装修 佛就看到地上 有一窝蚂蚁 就笑了一下 旁边有些学生跟着嘛 那么这些学生就问佛了 你为什么笑这一窝蚂蚁啊 佛就说 这一窝蚂蚁啊 七尊佛都过去了 他们都还没有脱离蚂蚁身 不是他的寿命那么长 而是他们的非常执着 他的射身 他就是认为 那个身体就是他 所以死了之后呢 再回来投胎做蚂蚁 我们这一生得到人生 能不能够担保 下一辈子再做人呢 有哪一个同修 敢保证自己来生再做人呢 佛也是举个例子 再得人生的机会 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早上土 就是说指甲缝那个土 而得不到人生的机会是多大 大地土 非常渺茫 如今我们再一次得到人生 又遇到了佛法里面最殊胜无比的净土法门 这个缘呢 称的是稀有难逢啊 所以我们要能够认识 要能够把握 不能够呢 像世间一般人那样子 只是为了金钱而活着 只是为了呢 名利而活着 世间人呢 他反之觉得 哎呀 人生这么短暂 我要趁这个时间呢 好好享乐享乐一下 就像经理上所讲的 各愉快意 每天呢 吃吃喝喝 玩得很晚 其实那样子啊 很伤身体啊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 一定要按照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运作 早上早点起来 晚上早点睡 这样子啊 身体才会健康 不像有一些人呢 白天呢 他不起来 他什么时候起来 他生更半夜他起来 十点多钟才出门 出门做什么 卡拉OK 去舞厅 去餐馆 去吃喝 搞得两三点钟才回到家 圣经弄通宵 时间久的话 他再怎么好的身体啊 也会被他给折腾坏了